欢迎收看即时新闻现场 我是刘佳 先来关注到很多人都在关心 这场事迹判决 好莱坞巨星强尼代普 与前妻安博赫德互控的诽谤官司 经过了六个星期的辩论审理 陪审团终于做出了裁决 强尼代普胜诉 58岁的好莱坞男星强尼代普 因为前妻安博赫德 2018年投书华盛顿邮报 影射他家暴而提告诽谤 安博也反告他诽谤 如今宣判的结果出炉 是强尼代普胜诉 原先他将获得 1500万美金的赔偿金 相当于台币4.4亿元 不过法官后来是依据 维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 将其中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降为该州法律规定的 35万美元上限 因此审判结果最终是定案 安博赫德需要支付强哥 1035万美金 约3亿元的台币赔偿 而人在英国 未到判决现场的强哥 胜诉之后发表声明表示 陪审团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我真心感到谦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